在今天白天 你有没有感觉到温度明显的上升了 从北到南的高温都达到了30度的高温 所以呢 中午天气暖 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日夜温差相对的非常的明显 明天出门要注意什么 我们就来看一下了 用几个时间点来提醒大家注意的事项 第一个 早上的六点钟 在今天的清晨的时候 包含了南投以嘉义地区都有起雾的状况 清晨出门 在中南部都会起雾哦 所以呢 相对的在高速公路上面能见度偏差了 行车方面要特别的小心在天亮之时 但到了中午的温度状况 各地仍然是在29度以上的高温 户外活动记得要补充水分 因为冷空气的强度减弱 白天气温上升幅度非常的明显 但到了傍晚的时候呢 在东半部地区呢 倒是因为这个风降的关系 会有局部的短灾雨出现 所以在东部的朋友早晚的时候 零星的降雨状况会有 那这次播的东北季风现在减弱之下 礼拜天的晚上 东北季风又要再度增强 就来看一下今天的雨量了 东风吹进来带了点水气 所以在东北角地区有雨 宜兰的降雨好不容易 今天有阳光开始露连了 不过早晚在宜兰花莲到台东 仍然在沿海部分 有些地形性的短暂降雨出现 西半部地区呢 全都是天气晴了 接着来看到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可以看到 北方的高压都一进到了日本的位置 风向开始变为偏东风进来 东风反而使得这海面上呢 零星水气会进来 不过只有在早晚的时候 因为附近环境场的水气发展量来说 正在减少当中 以目前来看 明天的时候早晚有短暂雨 接着呢 礼拜五六日这几天呢 风场带进来是干燥的空气 所以各地来说天气晴朗 那西北地区的高压 以目前来看 大约到了礼拜六的时候开始通过黄河流雨 礼拜天的时候通过长江流雨 星期一的清晨开始 也就大约周日深夜以后 冷空气进来 东北季风在礼拜天以后开始增强 所以到下礼拜一 东山又要飘雨 西山天晴 温度又要略降 来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的外岛地区温度还是偏凉 白天阳光露脸 天气好 到了台湾本岛部分 西半部地区全部都是天气晴了 东半部地区早晚有点地形的短暂雨 台北东边早晚云多的时候 也有点零星降雨的机会 但中午高温都有在28 29 甚至到30度 小叮咛 两件事情要提醒 早晚凉洋骑车的朋友要保暖 中南部清晨有物哦 清晨出门行车要小心 要来科普一下哦 这个水神呢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哦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试用 万万水神呢 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呢 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 买回家自己来使用